大家好,我是对妈 我们双色编织的时候 这个下针不存在的问题 它不管怎么换线 它都是界线分明的 但是上针它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绿色的里边有白色 白色的里边有绿色 第二种情况就是它界线分明 是这一种 你喜欢哪一种呢,就用哪一种 我把这两种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首先看这第一种 绿色里边有白色 白色里边有绿色 它是怎么织的 我们换线以后 就这样直接 用白颜色的线织上针织过去 该织下针织下针 该织上针织上针这样织过去 你看这样织完以后呢 它就是白色里边有绿色 绿色里边有白色 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就是 绿色和白色界线分明 我指的是上针这一块 上针这一块怎么织呢 首先我们从正面织一行下针 就是把这个上针这一块呢 织下针 下针这一块正常还是织下针 我们看一下反面 到了反面我们就恢复正常的织法 两个上针 这两个上针就是正面的这两个下针 然后接下来是四个上针从正面看 那么我们就从背面呢 把这四针织下针 这样就恢复到了原来的针法 我翻面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绿色的和白色的 你看它是界线分明的 这两种织法 我就分享完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